山雨欲来风满楼 娱乐圈的瓜一查接着一查 仅仅一天时间 圈中接连又爆出多个大瓜 娱乐圈又乱了 宋祖儿付出 宋祖儿风波越演越烈了 举报人小燕小夕先是发录音 爆出宋祖儿漏税补缴271万 接着举报宋祖儿高考作假作弊 涉嫌作假证明获得高考资格 随后再次爆料宋祖儿涉税问题 不是一两次 而是第四次 同时晒出了相关记录和行政处罚书 不过面对偷漏税和高考作弊的指控 宋祖儿工作室罕见的反应之快 前后发了两份声明 否认宋祖儿偷漏税 表示只是前公司一流问题 宋祖儿已经完成自查自究 而针对高考作弊 则表示高考成绩实属 不存在持续假证明骗取获得高考资格 面对工作室两份声明否认 举报人显得愤怒不已 直言自己晒出的都有证据 而工作室只会发声明 毫无任何证据反驳 怒斥资本运作保人 直言事实胜于雄辩 不知是不是资本真的下场了 随后举报人微博被禁言 本人无法再发任何东西 网友对此也是非常无语 直言无嘴的做法是最不可取的处理方式 到底有没有透露税 到底高考资格是不是作假证明获得 应该拿出证据有力澄清 而不是用这种方式平息风波 因为当事人被禁言 加之宋佐尔税务风波 一年来都没有官方明确的说法和处理结果 都是举报人和宋佐尔双方在交锋 因此不少网友跑到税务总局官微评论区 呼吁出通报 直言宋佐尔风波影响恶劣 应该出通报理清真相 从大部分网友的评论可以看出 大家比较关心宋佐尔四次涉税问题 根据举报人称 宋佐尔四次涉及税务问题 金额超过1500万 操作手段也被曝光出来 综合现有的情况看 事情似乎也不复杂 总结起来就是 举报人多次检举宋佐尔偷漏税 还向相关部门举报过 经过了一年的调查核实 部分举报成功 但剩下的可能缺乏证据 没有能够让宋佐尔被处罚 于是公布在了网上 而宋佐尔方面 显然在经过了调查之后 可能觉得已经妥当 发声和回应也很迅速有底气 而针对作假证明 获得高考资格 还有举报人指出的贿赂行为 这件事涉及教育方面的事 情况可能不是娱乐圈 吃瓜群众吵一下就能看清 只能说 宋佐尔牵连到的事都是民生话题 是最不可动摇之根 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宋佐尔也不可能再回巅峰 就算剧集能播出 他本人也已经成为了风险艺人 所以还是那句话 傲慢只会使人量得更快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截身自好 谨言慎行 胡先旭李婉达恋情曝光 胡先旭与李婉达都是娱乐圈新生代演员 两人曾合作电影《一人之下》 在影片中胡先旭饰演张楚兰 李婉达饰演冯宝宝 8月27日两人被媒体抓拍到李婉达与胡先旭 一前一后回胡先旭家里 两人分开走一前一后非常谨慎 网传两人疑似已经见过父母双方 对这段恋情都非常认可 俩人都是浓颜系高颜值男帅女量配一脸 早在电影《一人之下》做宣传时 从李婉达看胡先旭的眼神中 就感觉到脸蛋对胡先旭有爱慕之情 胡先旭23岁李婉达21 无论从颜值还是从年龄 俩人都十分般配 虽然电影没有大火 但成就了一对家人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胡先旭比李婉达出道的要早 出道多年身边也未曾有什么花边新闻 是位十分优秀看得住的好演员 他饰演的小别离张晓宇一角特别讨喜 让人印象深刻 23岁正是恋爱的好时光 祝福这对恋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天长地久 黄子涛徐一阳奉子成婚 黄子涛和徐一阳这对神仙眷侣 又双若着上热搜了 这俩人到底是真爱还是炒作呢 网友们可是炒翻了天 不过这次可不是什么官宣恋情 或者求婚的老套路 而是有眼尖的网友 在美国街头偶遇了这对准夫妻 从官宣到闪婚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回想起来 黄子涛和徐一阳这段恋情 可真是来得又快又猛 今年7月14日 两人突然在微博官宣恋情 把网友们都给整猛了 当时黄子涛还霸气地发了一条 从今天开始 我有女朋友了的微博 配图是两人十只紧扣的照片 甜蜜指数报表 这波官宣刚让大家缓过劲来 没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的8月26日 黄子涛就公开求婚了 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求婚视频 画面中黄子涛单膝跪地 向徐一阳献上戒指 徐一阳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搞得手足无措 捂着嘴巴又哭又笑 视频两人紧紧相拥 徐一阳含泪点头答应 这段求婚视频已经发布 立马引爆了全网 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 但也有不少人质疑 这段恋情发展得是不是太快了 有网友调侃道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都快赶上闪电结婚了 还有人担心 希望不是为了炒作啊 真心祝福他们 美国街头偶遇 网友直呼 太接地气了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这对新人的甜蜜中时 又有网友爆出了新量 据说有人在美国街头偶遇了黄子涛和徐一阳 还拍到了他们在华人超市购物的画面 照片中 两人穿着休闲 黄子涛戴着棒球帽和口罩 推着购物车 徐一阳则穿着宽松的卫衣 戴着墨镜 虽然做了简单的伪装 但还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来了 这组街拍照片一出 立马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感叹 没想到明星的日常生活这么接地气啊 也有人调侃到 看来黄子涛真的很宠徐一阳 连买菜都亲自陪同 还有网友表示 在国外生活看起来很自在 不用担心被狗仔跟拍 产检风波再起波澜 网友议论纷纷 就在大家以为这对新人只是到美国度蜜月时 又有爆料者放出了更劲爆的消息 据说有网友在美国某医院偶遇徐一阳进行产检 还透露他选择了当地一位知名的中文产科女医生 这个消息一出 顿时在网上炸开了锅 有人惊呼 这也太快了吧 这是凤子成婚 也有人表示理解 可能是想要个美国国籍的宝宝吧 还有人担心到 希望不要是假新闻 明星的隐私也应该被尊重 对于这个爆料 黄子涛和徐一阳的工作室都保持沉默 没有做出任何回用 这种态度更是让网友们浮想联篇 各种猜测层出不穷 关于黄子涛和徐一阳的这段恋情 从官宣到求婚再到现在的美国街拍和产检传闻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到底是真爱还是炒作 是凤子成婚还是单纯的杜蜜月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赵露丝整容 最近赵露丝又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原因无他 就是不少网友觉得他变了样 纷纷猜测 赵露丝是不是去整了 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他的粉丝们则是一边倒地维护 坚称自家偶像纯天然 没动过刀子 赵露丝以前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林家小妹的清新范 圆圆的脸蛋 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特别讨喜 但现在呢 每次看到他出现在镜头前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脸型似乎更尖了 眼睛也更大更有神了 就连下巴的线条都流畅了不少 这种变化 要说完全是自然生长 还真让人有点难以相信 赵露丝本人和他的团队 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个问题 而粉丝们又死咬着纯天然不放 这就有点让人尴尬了 其实吧 整不整容 都是个人的选择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关键在于 你得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选择 别一边享受着整容带来的好处 一边又不敢承认 这样只会让人觉得你不够坦诚 再说了 赵露丝作为一个演员 大家更关心的是他的演技和作品 而不是他的脸是否动过 如果他真的能用实力说话 用作品征服观众 那么他的长相如何 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啊 希望赵露丝和他的团队 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勇敢地站出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谢谢大家